據美國勞工部在10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數據 9月PPI年增8.6% 增幅達2010年11月以來的新高 顯示全球供應年受了 與勞力短缺持續推高生產成本 而美國9月的CPI則是年增5.4% 比較美國PPI年增8.6% CPI年增5.4% 以及中國PPI年增10.7% CPI卻僅年增0.7% 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贊文指出 PPI與CPI年增數字兩相扣的剪刀差 美國為3.2% 而中國高達10% 創下28年來的新高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謝金河說 美國與中國的剪刀差不同 代表製造業轉嫁成本的能力 美國的終端產品可適度反映成本 而中國卻不同 還有強力控管消費者物的 使得通脹炸巷下沒有發生 消費者物的CPI只有0.7% 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反映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卻高達10.7% 謝金河說 剪刀差10% 意思是生產者買進高價原材料 生產出來的終端產品不能漲價 而企業則變成鴨心餅乾 特別是沒有能力反映成本的中小企業 會率先倒閉 這是中國未來面臨的嚴峻挑戰 中國媒體證券時報 引述民生銀行高級研究員 黃靖文的分析 指出剪刀差擴大 代表中國在內需疲弱背景下 中下游企業 咬牙苦餐 不敢貿然漲價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優達辛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 PPI可視為廠商成本 而CPI可當成定價 當成本上揚的幅度 比價格上揚的幅度快的時候 這個代表沒有辦法一應成本壓力 且價格會逐步轉到商品上 企業將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需耗費一定的時間 中國要想解決通貨膨脹 需改善債務泡沫化的問題 與其仍會出現鎮痛期